毛主席赞誉有家的黑帮老大,炸死日本陆军大将,杜月笙也怕他。 上海滩风云不解,说起就上海的凶猛人物,必定要数杜月笙,黄金戎,张孝林这三位富翁, 但在上海,有一让这三位富翁都要近三分,他挺拔独行,有古代的侠客气息,他就是王亚乔。 安徽和肥人,王亚乔少年念书,爱好搏击,广结忠义之事,那时上海滩人呼齐王老九, 上个世纪二十年月和三十年月前期,在上海滩提起斧头帮,没有不为之色变的,就连混混富翁著月笙,黄金戎等人也经常警告门徒说, 斧头帮的事,多一剑不如绍一剑,能躲就躲。 有一次王亚乔在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开会的时候,因为意见不同而直接打了杨虎两巴。 张探是作为司令的杨虎,杨虎不仅不敢动怒,还连忙道歉,点头哈腰的奉承王亚乔, 他为了民族独立,抓了很多欺负百姓的恶霸和卖国求荣的汉奸,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被人赋予暗杀大王的称号, 汪精卫就是间接地死在他手上。 松户会战最后还是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,日军召开庆功大会, 没想到侵华陆军最高司令大将田川义则被炸死, 行此事这便是王亚乔,民国二十五年初, 刺杀翁精卫的事被调查出来, 他不得不到广西避难,却于是年十月被戴利派人杀害。 王亚乔声派也是唯一个获得毛主席高度歌颂的黑帮老, 毛主席势如许评价王亚乔的, 杀敌无罪,抗日有功,小事情欠减则,大事情不糊涂。 真正的民族英雄,我为安徽人点赞, 虽然我不是安徽人。